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需要炸这种大果子 其实呀,做法超简单 如果你喜欢吃不会炸 可以完全按照海军这配方哟 首先盆中打入一颗鸡蛋 加五颗盐 五到八克的白糖 放入一袋酵母粉 260克温水 把所有的食材搅大均匀 搅至酵母融化后 我们准备一斤的普通面粉 加入四到五克的无滤泡打粉 或者是脆皮鱼条粉都可以 让它和面粉混合均匀 边倒边较拌 搅至大面絮状 加入食用油 20到30克左右 然后下手揣面 这个面我们用叠加的方法 不要揉它 过度的搓揉 这个面就会起筋 沿着边缘往中间叠加 来回叠加 面絮给它揣成团以后 手上沾一点点温水 继续揣叠 沾一下就压一压 往后叠加 再沾点水 再揣 来回反复 重复这个动作 然后它表面特别的细腻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饧发至两倍大 看一下 经过一个小时的饧发 这个面团已经达到两倍大了 案板上拎点油 饧至好的面团放上来 把它整理成这样的长条状 分成均等的面剂子 切好的面剂子 我们给它叠加 整理成圆形面剂 简单团一团就行 做好的面剂子 我们给它盖上保鲜麻 松弛几分钟 取出一个形成好的面剂子 直接压扁 用擀面杖擀开 这里也可以直接用手压 中间切成两刀 开始下锅炸 起锅烧油 油温达到七八成热 另用刮板放入生坯 这样生坯形状好看 炸出来不变形 用筷子轻轻敲打表面 大概在十几秒钟 这个油条就鼓起来了 炸这大果子 记住 火火一定要高 底部变色 翻面 完全蓬松起来了 看一下 变得霍霍 另一边也保持30秒的炸制时间 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这样炸的大果子 刚出锅表面是微微酥脆的 过上一会儿就特别的柔软 而且里边蓬松渲染 一点都不吸油 喜欢的家人们 动手试做吧 好 好 好